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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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這個客人的魚缸是齒缸 然後他剛買活的注溫錦回來放 那我給你們大家講一下 活的注溫錦會有什麼問題 來這裡 你看這個剛買回來的 就死掉很多隻嘛 那其實烘魚已經吃不下了 然後來看這一隻小的 就我手指頭逼了這隻 這隻你看 來注意看 他的嘴齁 他如果朝正面 你看他的嘴 他嘴是白色的 脂甲已經白了 像這個也是 有沒有 就表皮膚有受傷 這隻這隻這隻 這隻嘴巴白的齁明顯 等於手指面你來看 那個脂甲是白的 齁 這一種就是我們說的 那個柱狀菌 是一種細菌感染 如果你有登科魚跟一些比較敏感的魚 你就會 整缸就會傳染的很嚴重 啊比較常見的就是 去夜市買撈 撈到的魚 有時候他就是 有沒有像這一隻 你看 他尾巴已經 他 他有受傷 然後已經感染了 有爛掉了 齁 所以這個就是也是一種細菌 所以你看這一批新的豬 活的豬瘟菌回來 他 他有細菌性腐爛 然後有像這個 來 這個 產像那個性感的嘴唇 有沒有他的嘴唇 他的嘴唇合不了 因為他那邊已經感染了 已經黏掉了 齁 這種就叫柱狀龍包菌 啊我們叫做暖水庫 你看底下那隻白的也有 可憐喔 你知道嗎 這一隻也有 所以其實活的豬瘟菌回來 最好用細菌消炎藥 先治療細菌的問題 怕他有魚絲見蟲 體外蟲 所以還要再下 魚絲見蟲的藥 這個是肉眼可見的體外蟲 然後還要再下 肉眼看不到 顯微鏡看得到的 體外蟲 就是原蟲類 那原蟲類就有 車輪啊 什麼血管蟲啊 白點蟲啊 軟圓鮮毛蟲啊 所以你看這樣子要下的藥 就有三種 然後最好下過兩輪 五天一輪的話 你最好下至少下兩輪 十天以後 魚 豬瘟菌很健康的在餵魚 不然的話 像這樣子就是在測試 有時候就是 我們算 在測試你的魚 抵抗力好不好 如果你看喔 你這一缸 豬瘟菌裡面這麼多 身體感染有潰爛的 然後跟你的龍魚在一起 齁 那像火箭就比較沒差 那有人養一些鴨嘴 齁 有虛的那種鴨嘴類 那個最沒差了 因為那個 它有腐蝕性 腐爛的食物 它都吃 死掉的魚它都能吃 它不會被這些菌感染 它的胃衰很強 但是像龍魚的話 它的體表 齁 它比較乾淨水的魚 就可能會被它感染 所以這個就是活體豬瘟菌 所帶來的問題 齁 所以我們店都會餵冷凍的 那 你餵活體的話 就是 如果我們現在水質很好 齁 像這一缸是用龜島球 這邊拍一下 用龜島球綠彩 用的蠻多的齁 整缸都是 齁 如果你的水質好 魚的身體狀態都好的時候 水中有這些病原菌 或者它吃的這些有病的魚 它 它抵抗力好 好就OK 齁 就跟下雨天淋到雨一樣 有的人回來會趕快 有的人不會 阿魚是活在水裡的 把環境水質弄好 它的抵抗力就比較好 齁 但是這樣子的 每一次放活耳的過程 都是一個 一個測試啦 一個 一個拼一把的概念 所以就是 豬瘟菌如果可以檢疫的話 最好 另外剪一碗再餵 弄另外弄一個鋼 阿不然的話乾脆就會 把魚 焦的瓜一點 餵冷凍了就好 不然你看像那隻 這兩隻在一起了啦 北翠摳雙冷煮 以前有一種叫俗口氣菌 好像也不是這個菌 這個我覺得比較像 氣菌感染跟豬狀農包菌 你看這邊這一隻 它身體那邊 那一隻身體爛一塊 有沒有 體表潰爛 像這樣的魚 就是要小心啊 埋伏的豬瘟菌 就是 一大堆病魚 好 沒事 所以就是剛好看到 跟大家解說一下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店 都會冷凍的豬瘟菌 就這樣 然後我跟你講 冷凍過後 像我們那個廠商 它是 我聽說它好像 它的洞褲是零下四十幾度那種 零下四十幾度冷凍完以後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病原菌病毒 有一些寄生蟲都會死掉 所以就變得乾淨了 你知道嗎 所以 所以 豬瘟菌就是直接動 動完就會 乾淨 坊間很多都會 有些賣家就會強調 它的豬瘟菌是 檢疫完以後再冷凍 我們的話 廠商買到豬瘟菌直接就動了 因為 你不可能把這些魚 下藥兩個療程 做完十天的療程以後 再把它送進去冷凍 所以那一種 有的它假雞藍水泡一泡 就說它沒有檢疫了 我覺得那個是 就是一個商業說法啦 所以你們客人問我們的 老闆你的冷凍豬瘟菌有沒有先檢疫 我就說沒有 我們都直接動 有時候我懶得解釋了 你客人 聽得懂的就 就接受嘛 如果還在想說 人家都說它是檢疫完才動的 我們沒辦法 我們直接動 零下四十五度直接動就好了 就這樣 別人在說白菜 我沒想要對他說白菜 別人在好爛 我沒想要好爛 我就有話直說 你們有看到這個影片 你們是聽得懂 就這樣 OK 掰掰